双方当事人 图女士和袁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诉求是想离婚 我们在一起吵架 对我家人也不好 对她太失望了 图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能和好就和好 她刚才讲了离婚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 你和她家人的关系 这一点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从嫁给她嘛 就是感觉不太好 跟她家人的关系就不太好了 她刚才说原因在你 不是这样的 你觉得原因在谁呢 在她 从诉求来看 夫妻二人闹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图女士与婆家人关系不和睦 而追根溯源要回到二十年前 当年家里两个小孩打了一架 原本这是小事 可没想到却引发了一场活习大战 我儿子跟我外甥女 点点大的事 打架是什么样 他就打了我外甥女 我娘也是个很要强的人 她说我带这个外甥女 你要欺负她 这样就打架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架 我妈妈跟她嘛 就认为她欺负了你妹妹的女儿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你认为是欺负吗 不是嘛 这是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玩的 玩那个有什么 打架的过程当中 是我妈妈吃灰 把我妈妈脸上都到处杀破了 你觉得这个事谁对谁错 我妈妈错 但是我们都说了我妈妈 我说她 她没有年龄 就等于成人了 是吧 现在过了十多二十年了 我们生气的时候 她就拿这个事来骂我娘 我们两人生气跟我娘没关系 她就是说恨恨我娘一辈子 就是两个小孩打起来的嘛 我儿子才两岁嘛 妹妹的小孩多大 妹妹的小孩比我儿子打两个月 都是两岁多的孩子 对啊 那你生什么气呢 我觉得她不应该打我 我在我身边还有这么大的胆 觉得她好霸王嘛 因为我婆婆伸腰嘛 我婆婆好厉害 后来婆婆知道以后 她知道了就 你跑房间里面这样打这样打嘛 她不那样冲冻打我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伤心 我好恨他们 他们一家 包括她吗 包括她 因为她处理得不到位 作为一个老公 你觉得狗事吗 你觉得她能怎么处理呢 因为袁先生说他们已经去说了 而且她妈妈也默认了 没有给我道歉就不算 当时你给我妈妈打架 我妈妈是自灰的 你把她的眼上都扎破了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吵架 你为什么要骂我娘 叫我婆婆刀剑 她不服 那种感觉 所以这事就一直过不去 一直过不去 两个年仅两岁的幼童打闹 但凡大人稍作处理就能化解 可没想到 最后却演变成了 土女士和婆婆的大打出手 土女士既恨婆婆打了自己 但是她却忘了自己也动了手 对下她打了作为晚辈的外甥女 对上她也打了作为长辈的婆婆 只是她不但从未反思过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 反而对婆婆不道歉一事耿耿于怀 多年来只要和袁先生吵架 她就翻旧账 袁先生的日子总是无法安宁 而更令袁先生生气的 是2017年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袁先生和土女士夫妻俩在外地工作 不在老家 老家的二嫂为了给孩子们做饭 便去了袁先生家一趟 可就在二嫂离开之后 袁先生家里出大事 直接就怀疑到二嫂 对 我说我家的二嫂离二哥姐姐都有 我不反应 我们的村人不能反应 以后有空就回去再找一下 她的态度天天睡在那里 一个月不做事 当时是这样的 我的项链不见了 这个金项链是我订分的时候才买的 这一辈子的幸福 就是这一根项链 无价是什么 肯定不见了我肯定伤心了是吧 在那个老家待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的手脚不干净嘛 我那个嫂 那个时候她也到了我家里 决定是她拿的 我那个金项链难道会飞吗 我老公也这样说过嘛 为什么不反应你姐也拿的呢 我也问了我姐 我姐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心里相信她 我姐妹不会做这样的事 那我问你 为什么会出现她所说的 你会直接说 我要去二嫂家里搜 时候我没有这样说过 但是自己瞎编 为什么你没有想过 也去问一下二嫂 问二嫂我没有 因为万一拿的呢 她也不成了是这样子 万一没拿呢 万一没拿呢 她也不会这样说 拿的也不会这样 所以就是说 不管你问还是不问 不管她给你什么回答 你心里就是过不去 是吗 我就觉得她拿了 她说是你的情绪很大 是不是 是啊 为什么 我老公处理的不了 就是说你问一下 你二嫂也帮你 她应该要去问 他就是觉得我家是犯人 你就说当时在你心里 一定是她二嫂拿走了 对啊 我们说过不下去算了 我们就回家离分 算了后来我们回家 就又找到了 我肯定过不去 没有了 就说我二嫂拿了 真对我家 找到了我就觉得 心里好和素一点 没什么 反思 怎么反思 没有反思 我没有这样想过 在图女士心里 她对娘家是绝对的信任 而对婆家却是毫无信任度 哪怕没有证据 也要怀疑二嫂 甚至当真相大白后 她对二嫂 也丝毫没有悔过之意 在原先上看来 妻子对待娘家和婆家的态度 就是亲疏有别 十分不公 而且妻子不仅仅是对二嫂这样 对待婆家其他人 也如出一辙 尤其是对她的大哥 简直是视如仇人一般 我老大 是在教学的 他也帮过很多忙了 小孩小的时候 在他家里读书 家里装修 也是他照过 前两年 他买房了 我这里借了十万块钱 我没有跟他说 因为说了 他可能就不同意 就是我记照 他看到了 你知道他有多大的情绪吧 他说我钱拿给别人 天天给我闹就生气 你没有告诉他这是借吗 我解释了 我说是借给人家 你一定会烦的 他的态度是 两三天之内 你要避兜他 我大哥 烦 嫁贷款烦 烦回来了 烦了 烦了 他二哥借我三万块钱 据说有五六年了 我也知道他生活紧张 没有就算了 两家人这样一对比 这个态度就让你觉得 他做得过分了 是吗 是啊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大哥 因为他做人不到位 他刚才不说大哥 对你们一直以来 是有帮助的吗 是帮助他 不会帮助我的 不是帮你的孩子们吗 帮不到位 就是说小孩子 一定要到我大哥那里去读 我就不愿意去 然后还是逼得 他在家里去了 你丈夫安排孩子们 到那边去读书 但是你不愿意 是这意思吗 因为你不愿意 所以即使大哥帮了孩子们 你也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你也不会记着 他给你帮了这个忙 对啊 我不行 所以你是一直以来 对大哥是有一些看法的 对啊 因为我心里一直对你 有一些看法 所以反映在生活当中的 一些细节的事情上 你就是对人不对事 对啊 我们都是很经常 能帮忙帮忙 没有地步其他的 因为是在我心目中 不是我的大哥 不值得借给他 你后来怎么去要的这笔钱呢 因为说大家给我闹了一份嘛 然后我就说 你闹了一份可以把你拿个个个的钱拿回来嘛 你今天必须给我拿过来 就是拿剪刀挤到我的皮子 辱骂我 你要记得你没有给我商量一下 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 也不在有要钱的用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袁先生所讲的 你家人也找你们借钱了呀 我哥哥给我老公商量了的 我老公同意了的 对于你哥哥借了你们的钱 一直没有还 你丈夫给出的态度是 往后退让 退一步 不去为难别人 对吧 理解别人的困难 那所以他心里也希望 在你他哥哥这件事情上 你也能够选择往后退一步 而不要逼得那么紧 你想过吗 不是 大家闹了一份 我这要离就离得干干净净 没这个必要 还留着这个钱 不管怎么样 你逼人家还钱 这也不对 同样是哥哥 土女士只逼迫婆家大哥还钱 却不要求娘家二哥还钱 这令袁先生很不满 他认为妻子对待娘家人和婆家人 明显就是双重标准 但是为了不伤和气 袁先生选择隐忍 也不催妻子二哥还钱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妻子却得寸进食 趁他们外出工作的时候 让他的二哥登堂入室 住进了他们的家 他二哥就是一直在我家里住 是他没有别的地方住 需要住吗 他老家有 但是他这个儿子要 这县里比的条件要好 幼儿园 就照顾二哥 照顾二哥的孩子 就把你们的房子 让给他住是吧 一直在这我家住 过年他就在肥乡下 小孩也放假了 房子就空给你们住 房租没有 肥肥淀肥什么都是我来 你来教 还是应该的 我过个困难 没有钱就是这一句话 我秘密在县里也没有房子 我外甥高好 想回家照顾他 其实也可以住在我那里 是不是 也是相同的问题等于是 但是我没有提 我不管提 你不敢提 你也不提了 是不是 他跟我说了 做了这样的事 我有一个哥哥住在那里 一个男的住在那里 然后一个女的住在那里 怎么做呢 他的秘密我也不喜欢是吧 不敢说什么话 他都说的不到位 不太好 妹妹说话不到位 也是你不接受她的理由 对 又什么叫做说话不到位呢 因为去年嘛 不是疫情嘛 他说我儿子 他说你这么大了 还是奶奶的饭的 你俩别就去打工嘛 就因为这句话 我打当一下 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听谁说过 我妹妹根本不会说这个话 他给我说了 我说不可能的事 要不就离分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的态度 为什么话不可以说得委婉一点呢 因为你住在我家里来了 还有这个地要活下去 可是同样的 你哥哥在你们家住了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 我哥哥是很困难的 我照顾我哥哥 你有照顾你哥哥的心情 他不能有照顾他妹妹的心情吗 他的心情 我没有财富这样的 他不肯不同意我也要同意 就是他是王道 不听他就不行 他们家的谁是你能接受的吗 有吗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在住房的问题上 土女士再次实行双重标准 只管娘家人不顾婆家人 为了大家庭和睦 对于妻子的种种行为 袁先生都一一忍了下来 可最后令他忍无可忍的是 妻子的双标政策 竟然还用到了他这个丈夫的身上